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来就讲说 它叫social distance is working 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 和它把整个州就给停止了 就是大家都不上班了 这个办法是work的 是工作的 今天是4月8号 武汉解封了 北京时间可能武汉已经到4月9号了 有个时差问题 昨天本来是想说这个节目 哎呀 后来昨天出了点状况 我都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我们上午拍了三个节目 但只有一个节目 能够到 就是传出去 也不叫传出去 就是有一个节目呢 大家在正常的观看 就是川普在记者会上跟那个凤凰卫视的那个女的 剩下两个节目 非常诡异的现象 非常诡异 那视频上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呢 没有人看 没有人看 我也查过视频 我能够查到视频的设置呢 没有毛病 什么毛病都没有 就是没有看 没有人看 而且我给转到 已经转到Facebook Twitter上 我都转过去了 通常那样的节目一个小时 就是我刚刚登出去一个小时的话 几千人在同时观看 都是那样 但昨天没有 那一直到了 等到晚上的时候 后来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 因为我也搞不出 我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有朋友说 涛哥你应该重新给他传一下 哎 我想起来可能是个办法 我就把那个节目拿下来 重新传了 把那原来那删了 看起来是正常一点 但很难以演表 但是没有发现过 在这个YouTube的 在这个YouTube给我统计的数据当中 他也说 他说你 你的观看量比你平常正常的观传量少了 大概90% 是吧 说你要查查原因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一个 很奇怪啊 这都 我一讲很奇怪 昨天我们前后做了六个 是七个节目 YouTube一个都没封 全都 一个黄标都没封 全给放 上来就给放 这多少个月来了 我们从去年的六月份 七月份 在谈到香港的时候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全给放了十个月 总是九个月吧 那个时候基本上 所有的节目都是黄标 我所有的节目都是黄标 那 但昨天是蛮特别的 昨天的日子 咱也说不上是什么日子 但今天是雨夜节 那昨天对于中国来讲 同样是雨夜节 我以为这个正确的时间应该是算人家耶路撒冷的时间才对 就是以色列的时间才对 雨夜节有着很深刻的含义 咱说白了吧 雨夜节是这样的日子 神杀人的日子 神杀掉那些不相信神的人 真正的雨夜节 在人间显现的故事是这个 而在那个雨夜节里面 他就透过摩西告诫人们的一句话 就是犹太人的话 那天晚上不要出门 就 你要关在房间里 关在房间里 当黑气过 他就讲 我印象中就是黑气了 黑气过来的时候 他碰到你 你就死不了 没事 而黑气过来的时候 所有看到门框上有洋血的 那个黑气会躲着走 他讲就是神了 但是在人间表现的是黑气 可不是光彩 他现在在北美流 现在都认为这个work Social distance 两个人排队 两米圆 两米圆 尽可能不要去超市 尽可能减少 甚至他现在美国有些 我看有些报道说 你现在连去超市都没买 别去 你在家就吃罐头就行了 反正你存的什么粮食 你吃什么粮食 你能活着吃饭就行了 你最好别出门 我个人也觉得蛮特别 这是普通人的说法 但是呢 他现在说的这个 这个在美国跟北美 跟加拿大说的这个概念 其实跟当初余月节 神说的故事是类似的 法国甚至禁止人们 因为都不上班了嘛 人们年轻人就去跑步 很多人跑步 结果他禁止跑步 早晨9点到下午 早晨9点到下午7点禁止跑步 美国很多地方都把公园关了 听起来对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余月节 余月节它本来的东西 你就知道 当那东西来的时候 它就在空气里 其实我跟大家形容过 我那个东西来就像 这块云彩有雨 那块云彩没雨 一样的 在很多人 就是上一点点年龄的人 他曾经周游过 就是走过一些地方说 我在很多地方遇到过这样 在西安 在秦岭 西安 秦岭 武汉 南京 都遇到过类似的故事 就是 这儿下雨 这边不下雨 那这种现象呢 其实人们都觉得就无所谓了 就说 反正这就是一种天文现象 病毒这东西是一样的 它撑着一块儿来 它撑着一块儿来什么 就是 那个温神 他就低着包 就到这儿来看一眼 到那儿看一眼 这儿撒家 那儿撒家 他看你为什么应该撒他 就弄他了 那个应该弄他 就弄他了 你其实真正是这样 他现在是同样是逃跑的概念 他认为自己我们如何如何 其实不是的 这个东西 他要把圣经稍微读的 月节稍微明白点 知道他就东西了 所以不用什么科学不科学 人三千多年前的月节就已经这么说过 只不过你不信就是了 所以人逃避从来没改变过 所以温逆是有方向性的 而温逆的方向性呢 其实需要今天的人来探讨 来改变 北京的 什么北京 广州的三元礼 出了大事情 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 都是一些视频了 我在这放一下 跟大家解释 然后呢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跟大家转录一些东西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能够在我节目中直接放出来的视频 我在推特上找到三元礼 我只打进三元礼 能够查到朋友们传上来的一些视频 他说这是三元礼 一个小时之前一个人传的 他有个黑人感染 我不知道他是指什么对面 我就没听清楚 这是一样的 这是刚刚发生的 应该是在8号的白天吧 一个小时之前 三元礼 你可以看到那有警察 有穿着白大褂的 有公安 有穿着白大褂的 有穿着军衣武警的 这是不同的人了 他讲说在这里面在清理这个黑人 3月8号 很多房东把黑人给轰出去了 不允许他们再租房子了 三元礼一带 有很多露宿街头的非洲人 这个叫广州告急 这一世间谈改变了 这没有办法 二元 这么说没有 这没有办法 二元 这是我 我 和你gres了 那不是你人家的力言 但是 但是 这不是你 那是你人家的力言 但是不是 你的力言 是不是你 我的力言 不需要 力言 不是你 不是二元 他讲都是黑人了 这是他讲的都是黑人了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2000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 大瘟疫的犀利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 生命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 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掌握 点击下面的连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超的支持 结果很下巧 昨天 昨天川普在记者会上的 除了这么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这个消息 我相信 让今天在广东 广州生活的人呢 会感觉到相当的恐惧 但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有他背后原因的 川普坦诚在美国黑人确诊跟死亡的比例 不成比例 令他不可思议 而且他无从解释 他无从解释了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截止到现在 美国的疫情的状况 昨天晚上突破四十万 昨天 那现在大概四十三万 但是呢 他主要的区 依然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 纽约州 新泽西州 芝加哥 芝加哥 芝加哥就是伊利诺斯州 还有这个底特律所在 对不起 底特律所在的州 加州 华盛顿州 然后伊利诺 然后这个 路易斯安那州 主要是这么几个地方 新泽西 那这些地方呢 我们早跟大家解释过 他很奇怪 是过去十六年 每四年一次大选 过去十六年 四次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 就是在参议院 众议院的议员选举当中 在这十个州里面 有八个半州 都是支持社会主义 与社会主义相 相近邻的 民主党的地区 他们的选民都是这样选 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就显得有些突出了 而在这个路易斯安那州呢 就很特别 它出在 它的主要的疫情 在新澳梁 那现在说这个周末要出状况 也在新澳梁 但新澳梁 全是黑人 全是黑人 而它现在 在与共产党相 就是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 等同的剩下的这个八个州里面 对剩下这个八 路易斯安那州是共和党的 不是民主党 剩下这八个半州里面 百分之五十六十 甚至到七十 是黑人来的 所以这就让川普很 不知道怎么办 他的首席医师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这就牵扯到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但你说种族歧视 难道病毒有种族歧视吗 我觉得 种族歧视的概念就很显然 受到疫情的冲击 就是说 你要明白病毒的打击性 病毒的冲击性 有它的极具选择性 这没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 但是对于川普来讲 他就有点难度了 我以为他就难度比较大 这是昨天晚上的 美国四十万 一千 一万三千多人死亡 形势严峻 但是在美国 非洲里的黑人 感染率跟死亡率高的吓人 他对此很担忧 政府会提供帮助 但他没结果 七号记者会 他说黑人的肺炎感染率 跟死亡率太高了 高得不成比例 那他就无从 我们原来你在 意大利 还有西班牙 你看到的故事呢 它里面包含的很大的一个成分是 它里面包含的很大的一个成分是 是这个 年龄大的 六十五岁 特别是意大利 但是到了美国呢 他就变成了一种 种族性的攻击 正在竭尽全力应对这一挑战 这是川普讲的 这个挑战太巨大 太可怕 美国知名的川病专家 废奇 就是每一天下午 开记者会时 在川普身边的小矮个戴眼镜 黑人跟其他少数族裔人中 原先就存在着很多 包括糖尿病 高血压 肥胖 哮喘等健康问题 加上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频率太高 才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我个人觉得这个解释太牵强附会了 太表面太牵强附会了 公共交通 在东京 伦敦 香港 纽约 太多的人都使用公共交通 纽约你要趴车 在曼哈顿趴车趴一天 80到150美金 就停车费 谁掏得起啊 对不对 他就逼得没招了 遭那办事的人 所以为什么在纽约市里面 他的出租车行业极其发达 再有钱 我也放不上 我自个儿开个车 到那儿 我送给你80 150美金 除非人家是有什么原因 走在那儿停一宿 他迫不得已在那儿停一宿 完全是为了自己方便 否则的话 大家都坐地铁的 在香港同样是如此的 对吧 那东京也同样如此 东京挤地铁 现在还挤着 疙瘩疙瘩的 那真是什么 什么他都挤在一块 所以我以为这就是 今天的科学家们 能够找到的说辞 而这个说辞呢 非常的脆弱 我举个例子 他现在美国号召 有些州号召人们 就这两个星期都不要去超市 不要买东西 不要去超市 不要去买东西 原因呢 就是说 减少公共 公共接触 那你 现在沃尔玛都开 北美的沃尔玛都在开 因为他很多人去 一些日常用品 最最最简单的日常用品 那而且沃尔玛呢 在北美都是给最穷人去摸沃尔玛 他没有什么选择 我只想要这东西 要那东西 其实在沃尔玛有很多 同样是品牌大的品牌 在很多高档店也卖 但是他的价格只是那些 同样 完全一样东西 价格只是那些高档商店店铺的百分之 百分之八十 甚至更低 所以那他干嘛要多花钱 这是沃尔玛在北美存在 我能看到存在的一个很主要的理由 那特别是卖这些吃的东西 那服务员他不能老换 就是那些人 但我们听不到哪个商店 说突然全关门 你在一个人 我一个礼拜去一次 两个礼拜去一次超市 那在Costco里头上班的那个人 他可是整天在这个环境中吧 没见他撑批的死 那劝导人 劝导人们不要去 尽量减少外出去买鸡蛋 他天天早上班到那 晚上一上下班 那你按照他这个说法 那Costco的人就得撑批的死 撑批的感染 他不是 对不对 我不是说反对他这种理由 我是说这种理由 它是个理由 但这个理由太禁不住推敲了 这些理由都是人的表面的行为理由 但我们刚才看到了 那他自己坦诚废奇 美国首席多年来 首席病毒学专家 在奥巴马年代 再往前的年代 布什的年代就是他 很令人悲伤 悲伤 我们无能为力 只能为他们尽力提供最佳的护理 以避免那些并发症 他什么叫无能为力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能这么去解释 我以为这就是在逼迫人们重新认识这个社会 重新认识这次病毒 我跟大家解释了今天是 今天是这个逾越节 而今天的逾越节 有谁去认识说 是神杀掉了哪些 用他的神的力量杀掉了哪些不相信神的人 我说的意思就是中共面临的 与中共同流合物的人面临的 我讲的是这意思 这是在线 部分州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数据 路易斯安那州黑人占了32% 但是他的肺炎死亡率 70%是黑人 这就是路易斯安那州 就是我刚才说的新奥尔良所在地 他主要出现的新奥尔良 他就没理由了 对吧 那你说 你可以说是不是卫生条件 是这个条件 是那个条件 我跟大家解释过 卫生条件 你到这个东莱亚地区 这是全世界的病情 所以你封上 你到菲律宾的林子里头 伊尼的林子里头 吃什么都有 吃什么都有 吃都是血吧 从水里捞着 那种叫什么脏气 脏气直切 乌烟脏气的那种地方 乌烟脏气大多都是有瘟疫了 那他的原词的含义 有这个 那他拿过来就吃 他还没 他没事了 密西根州跟伊利诺斯州 密西根州就是底特律 伊利诺斯州呢 就是芝加哥 黑人占人口的总人口 15%到14% 但是确诊病例是33% 死亡病例40% 他没得解释 那你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了 川普表示 白宫将在不久 将来按种族颁布相关的肺炎数据 但他说这些数字 非常非常令人讨厌 那当然是令人讨厌了 因为 有种族歧视的含义在里头 但是呢 他确实又有病毒攻击的方向性极强 而今天的人无能为力 我跟大家解释过 是人们回归对神的认识的过程 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认识过程 这些疑问 这些现实看到的一切 才能够得到解答 那我刚才说的意思呢 就是 今天在广州三原里 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这是今天大陆人要小心的 咱也讲过 我自己也跟大家解释过 就我个人理解 大的没来呢 而且一定回中国大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